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各位同心 大家好 好 我是王璇傑 目前是新潔州的副市長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地方 就是國各家 國各家 其實很簡單 我是法理行業第十八季 我去頒第三季 目前是新潔州的副市長 我們國各家 什麼是國各 在1933年 在十二月二日的時候 烏拉貴有開一個會議 這個蒙特維多 在那個三次開的會議簽的合約 這個蒙特維多公約 這個蒙特維多公約 是規定國家的定義 它國家有權利和定義 什麼是國家 國家 國家作為一個 法人 應該具備四個元素 哪四個元素 很簡單 第一個要有人民 第二個要有領土 第三個要有有效的政府 第四個要有與他國交往的能力 這就是國家 不過你們想到 要做一個家 也一樣有四個條件 我們一個家 同樣的 要有人口 你問小朋友 小朋友你們家有幾個人 每一個小朋友他都知道 所以要做一個家也很簡單 不能像說有些國家 我們家好像十三億 好像又十六億 搞不清楚自己幾億 這個就家不成家 對不對 這個領土 你們家大的地方 你都知道 房間到哪裡 我們家的村民到哪裡 都知道 領土不可以說 四十五所有的國家 都有糾紛 這樣就有問題了 政府 你們會說 為這間房間 不可以睡這間 這間不可以睡那間 不可以這樣 很簡單的道理 一個政府不可以說 管他的人民 不可以為北京搖男童 對不對 不可以管你的兒子 為這間房間搖他 他們的房間 外交就是一個國家 要做的 我們家庭也一樣 我們家庭也一樣 我們家庭一定要跟 家庭有那麼多交往 你如果跟你的家庭沒那麼多交往 跟你的菜市場的老闆沒那麼多交往 你要怎麼買菜 很簡單的道理 這就是外交關係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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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太多 人太多 不知道要怎麼改管 頭一項他就生了 一胎化 人家庭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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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們的居民 居民 很多很多 他們常常在說 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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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聽到我們台灣人 音樂 不過我要在這裡說 要先飛過台灣海峽 你看他們公報的 在那頂年 頂年 頂年 裡面 他們的總人口是 十三億五千四百塊四萬 但是 這是有技術的 你知道他們是一胎化政策 一胎化政策 會很多人沒有保護口 因為他們如果保護口 就要發錢 超生 一個超生 我們要知道 每個人 市內 就是有人權 甚至 沒有市內 也有人權 在美國 他們在北斗裡面 就已經有人權 不是市內才有人權 這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就是因為 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人權 所以我們才能夠 控告美國 就是因為我們秘書長 在控告美國 這個過程應該 其他老師都講得很詳細 我們在2008年 在他們的催里 民政府首度獲准成立 那種成立的名字 是台灣平民政府 平常的平 在三月十八 看 有判決 判決過方判決 這我們都知道 這 我們告訴每個朋友 知道 這五點都要說 就是 第一點我們台灣人 沒有國籍 第二點 我們沒有 國際性能的政府 第三點說 我們還要生活 在那裡的政治聯絡 第四點 就是 我們就在那 古金山合併條 裡面的規定 還在美軍的占領中 那 第五點 他歡迎他破關 要 主動 他的行政單位 要主動協助 我們這裡 各國的人 成立自己的政府 脫離政治聯絡 再來 非法國籍 要尊重 古金山合併條 下去走 碰到後 他說還可以上層 我們還繼續上層 之後 最後 最高歡迎 在 2009年的10月 會出貨 他說 因為 他們還沒處理好事 因為 我們台灣人還沒 揣告 所以 他把這個案件先擱置 等我們人搞之後 他就會心裡 等幾個人 四千人 什麼是 什麼原因 我們有辦法告米國 就是因為 這個建政法 建政法裡面 規定很清楚 不是說 要法打就打 要先選選 要先對方 說 我當時 無事無力 要開始跟你打 你如果沒有到行 我就開始建政 那是選選 建政法 有四個約束 第一個約束 就是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個 日年法和平公約 第三 是 紅十字 總章程 紅十字 他的章程 有很多 但是 有關戰爭法的部分 只有 一部分而已 還有 我們來參考美國的陸軍 的野戰手冊 他有三千幾條 這四個約束 構成戰爭法 其他的判例 只是參考用 也會參考這些判例 其他人說 他們 有十四億人 我們稍微想一下 每一天 要用多少帝 只有這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帝 一年要用八百億箱 這 讓中國人 真的人 他們的判子 幾乎 掃光了 已經沒有 他們餐桌上的刀 幾乎都不是自己的判子做的 一切化 因為他們是太多人 他要做四千山的刀 要創一張二十年的刀 創二十年的刀 所以 他根本就沒有那麼多刀子 給我做刀 所以 他每一年 要為美國淨口刀 其實不是為美國淨口刀 是淨口刀 木刀 去做笛 演唱歌人 做到做笛 這是最高的新聞 這是張玉謀 補助說 他超生七個 有三個妻子 面臨罰款 大概要三千七百萬 你跟他想 這是台幣 你跟他想 我們一般人 如果超生七個 就要多打 他有那麼多 超生七個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子女生七個不是罪惡 我們家子子 子女生更多 照你講都不是罪惡 他真的罪惡是在哪裡 是娶三個母 對不對 這換了重婚罪 全世界都一樣 重婚罪 生幾個子 沒有人跟你說你犯罪 是你生 你多取了兩個 卡特跟鄧小平 要建交的時候 這個卡特 他會把鄧小平說 你們的國家 為什麼要限制你們人民的自由 還要限制他的言論自由 還要限制他的言論自由 像我們家的孩子 要搬到哪個房間 搬到哪個房間 我們都不限制 為什麼你們要限制 鄧小平 他就跟他講 他說 你想 這樣 我們基日那人 擁有行動自由 可以 我可以讓他們去美國 讓他們很多自由 你們要多少 一千萬夠不夠 卡特 就不敢再出聲 你敢想 很簡單 喔 這裡有典招的童心 是要去第二教室上課 我不是在這裡上課 典招的童心 第一屆到第五 第八屆的童心 那是在這個老腳 那錢哪他們的領土 他說 依固有的 疆域 非經國民大會 不得跟改制 你敢想 固有要固域東西 要為盤古開天 要為女娃補天 要後裔設日 長額奔月 這就是他們的領土 四十五年到每一國都有求婚 由日本 日本常在說 中央台 台灣都是他們的 中國 所以這頭一個求婚 第二個求婚說 韓和祖母 東土耳其斯坦 他們說有這個新疆 這個說有這個西藏 人家這就是有這個土埔 人家不是有這個西藏 人家有這個東土耳其斯坦 人家不是有這個新疆 這裡還有一個代理國 古早時代有一個代理國 印度也是還有領土的求婚 你說一個國家跟四十五年 完全都有求婚 這是什麼國家 人家如果人家的储人都跟你有求婚 你就一個人不認識就好了 如果要說故有的疆域 這個人最厲害 陳吉思汗 打到歐洲 但是他那時候還沒有打到中國 陳吉思汗的時候打到歐洲的時候 整個歐洲都打下去的時候 人家是不說他是中國人 陳吉思汗也不會說他是中國人 特地不會說他是中國人 中國人都要世界大同 什麼是世界大同 就是大家跟我一樣 對不對 那個是世界大同 但是我們在想 什麼人要跟你討 全世界是誰要跟你討 是你去把他討論了 因為怎麼樣 你去陳吉思汗 把他討論了 中國已經去別國了 還自己往臉上貼金 把蒙古的朝代貼到你中國的歷史 你中國已經被滅亡了 對不對 被忽畢烈 滅亡了 這個陳吉思汗的上 這個就是他們兒子 這個忽畢烈 忽畢烈統一中國 什麼叫統一中國 把中國給滅了 元朝 剛才忽畢烈就是元朝的元氏族 那時候的漢林是最刺濡的 因為他們去給滅亡了 去給滅亡了 他們這個愛國的歷史專家 都說怎麼樣 我們強大無比 威震雅歐 這是蒙古人在威震雅 跟中國人有什麼關係 中國人是去給滅亡了 這不是只有蒙古一個 這有突厥人 東儀 匈奴 蒙古 這些都是他們長城以外的 長城以外就是這些人 這些自古以來就是都在打中國的 自古以來就是世伯牌 東南派就是中原這邊的人 蘇雅文人這邊的人 所以都是東南派 世伯牌自古以來都跟東南派在建 東南派不要建議過 東南派都建蘇 所以他們蒙古人就進入中國後 他們那些漢人都要把頭一體 生下來都要把他殺到死 什麼原因 因為蒙古人進入中國時 要派一個戶長去他們爭的那大 他們爭的有住一個大頭人 每一個戶裡面又住一個小頭人 這個小頭人住那個林鄒 他可以隨時看要住一個女兒去睡 因為他把你戰敗了 你是別國之民 這個是蒙古人 這是土爵 這是董儀人人合作 世伯牌合作 用東南派打敗 憲人的每一個戶裡面 他們要新的新婦 要先跟大頭人睡三天 再把家裡的小頭人 同樣睡三天 最好 再輪到漢人的老公 所以他們要把頭一體殺死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頭一體可能就是人的孫 人的孫 這個漢人 他們習慣跟蒙古人 他們叫一家之族 他們把這個雙都搭在他們的宗上 因為他們要把這個一家之族 奉台好 怎麼說 吃最重要 食食 吃是最大的 吃飯放大大 所以 他們要把這個大夫的 老趙爺 要把他放台好 所以都要把他放台在 那裡的 燭榜的灶頭上 女婦要把這個老趙爺 這個堂 都要把他放在燭榜的 這個堂 想要怎麼樣呢 就是這張堂 中國人都帶這張那麼多 如果人家 他們不會擱去 還跟他們當時 在擺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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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演好事 不是上天 新年的時候 蒙古人要到現場去匯報 在蠟葉二十三那天上天 每家每戶都會把好吃的 送到蒙古的家裡人來 為了一個祭兆 說這個祭兆 我們都看到這齣寶貝 這不准向捕捉捕捉捕捉 很精采 那時候在捕捉捕捉 電視97%都在看他的電視 你不可以五歲 這個祭兆倫是贈牌 你叫蘇淵倫是贈牌 蘇淵倫是好人 你五歲了 因為 所以 世伯牌已經打贏冬藍牌 冬藍牌已經賣國了 就像在聯合國一樣 金戒祖已經去打出聯合國了 真白的回到聯合國了 所以人家是真 你不可以叫共匯 這是 這是 審的 審的去哪裡 蘇淵倫最大的工夫 大家都結實說 他是孫陽將 其實他是忍 蘇淵倫最好忍 忍他不能再忍 繼續忍 忍到美國 繼續忍 懂不懂 忍他忍手不能忍 就是 東南牌 蘇淵倫最好忍 這就是斯德格爾摩症候群 愛上強盜 你被人家強暴了 國家都已經滅亡了 你還把人家的歷史 來盜在你中國上 這就是斯德格爾摩症候群 還自認蒙古是你華夏的歷史一支 對不對 蒙古人是不會這樣說 蒙古人說 你中國人是讓我們 沒國氣了 怎麼讓我們是你們的招待 五歲吧 你如果上網 直接在Google上面打上這個字叫 埃山之後吳宗元 或是癌門山 那個歷史資料通通會出來 冥王之後 已經沒有華夏 埃山是什麼 埃山就是癌門山 那時候宋條 最后一件 就是跟蒙古在癌門山開箭 所以蒙古 那時候建議宋條 從皇帝到乞丐 幾乎通通殺光了 五十萬大軍在埃門山 那時候宋條全軍覆滅 華夏的文明 倫桑 宋朝的滅亡 突然不是只有換條條的 宋條要夢 中國就是要夢 中國 直接把你夢過 帶來你中國的歷史 華夏 是別國 我們還要知道 清條 這叫清條 是清國 不是清條 你們不要搞錯了 人 他們是自己有憲法 清條的人 清國的人 他們是齊人 他們是女尊人 他們是劉辯子 女孩子是棒小腳 清國人 他們的吉祥父是龍 他們都跟你騙說 我們是龍的傳人 漢林的吉祥父是兜 齊人的吉祥父才是龍 你不能叫五歲 就是林是龍的傳人 不要忘了 不要搞錯了 第一的傳人 知道嗎 這是萬洲國 萬洲國人是有主權 人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中國是叫他們賣國 叫齊人打牌賣國 變成人的殖民地 對不對 這很簡單 歷史要改的時候 要在我 設一些比較正經的政局 這是清國 他們的憲法 他們的憲法 雖然不說是時改久 不久也是憲法 清國 也叫這個人 來給他們翻譯萬國公法 這個人是什麼人 這個人就是 美國的一個傳教士 所以丁提良 他把萬國公法 譯成中文 這就是翻譯本的萬國公法 所以人家清條 是有收萬國公法 是有收萬國公法 清條 要跟日本見見的時候 也算錢 這是他們的方向 三寸金蓮 說小孩子就要擺小腳才漂亮 如果沒有擺小腳的 不是官家的女孩子 還有這個不守護道 守護道的都擺小腳 擺小腳 你不走路當然也要擺小腳 這是馬鯉魚生 帶台灣人 這台灣人他的信徒 去四國去行鯉 移水器 你把它想看看 看一看這個鯉 這都綁辮子 所以他跟我們說 我們漢人 那是錯誤的 這是清國 他把我們漢化 不是漢化 這馬鯉 他也帶在綁辮子 因為他要 收我們的方式的規範 那時候他也要穿 穿著衣服 也要綁辮子 甚至馬鯉這個人 他帶台灣媽 他的台灣媽也是綁小腳 綁小腳是清國的人 萬洲人 萬洲人 清國的時候 那時候 統治台灣的時候 是十分地 他要施行什麼 施行漢化政策 對不對 要把它同化 像大日本帝國 跟我們同化 黃明化 同樣的意思 那就是 一種 成為神聖不可分割的 聯土的一部分 這個過程 那是征服的一部分 一部分過程 所以 我們是去用漢化 不是漢化 這是他娶的母 他生的兒子 大家這真的愛台灣人 我就是娶台灣人做母 生台灣兒子 我做台灣人 醫生也都在台灣 那是做醫生 這是漢化的實情 台灣人那時候 連漢化 判他就不會漢 要叫人外國醫生來漢 那時候 媽家醫生 剛來的時候 台灣人 聯繫師傅 把媽家醫生 破曬 他說 你這外國的 養鬼子 其他人都叫人 養鬼子 我們這條歌 都一定要聽過 叫做長城堯 我們唱一遍 來 萬里長城 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高粱肥大豆鄉 偏地黃金是災燃 你們有覺得這條歌 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你的故鄉在長城外面 這樣你是什麼人 所以 你們不要誤會 他跟你們說 你們是漢人 差太多了 你們的故鄉是在長城外面 你們啦 你們家蓋的尾塵外面 外面的土地 特地不是你們的 你們的人 就是說你們家 尾塵去的外面 又是我們的 沒有 那就是事情 你們家幾六千年來 尾塵就是 起到這裡 對不對 全世界都知道 你們家尾塵 起到那裡 你說你的土地 在外面 你這幾位 是要跟誰人說 再一次 世北派 已經賤領東南派 是要來 斯德格爾母正好群 我們這裡 要清楚 就是 既然 他們的文武百官 甚至於現在 一樣 很慘 去看到他們有 更重 更淡 漫南的 虎路人 同樣都是他們那些不少人 你就是說他們現在好像共產黨 大家都公平 同樣是不公平 那些政權同樣都是不少人 都是社北派 你不懂得說有東南派 東南派已經被別國了 在在清國的時候 清國政府 政府和日本政府打客洋 其實是清國的風土 和台日本的風土打客洋 簽的客洋在哪裡簽? 在下官這個度期 下官期我怎麼有簽呢 不是真的 中國人說馬關 馬關比較大 不過是在下官簽的洋 所以他的洋洋就是下官洋洋 中國人最愛別簽 他跟你說馬關貼洋 沒關係啦 你貼洋如果成人都沒關係 不管你負責什麼名 不過他又不成人 他又說那頂級的 這個李鴻章跟他兒子李正方 簽馬關留有的政經 那時候在哪裡簽? 在這個春帆樓 這在日本下官區的這間 路下飯店 簽完之後 這間飯店就變成博物館 就好像在開羅先元簽的時候 開羅先元是沒有簽 開羅先元在開羅那間飯店簽的時候 簽完那間飯店就變成博物館 所以一個貼洋要簽的地方很重要 古金山後的貼洋貼洋簽的時候 那個飯店也已經變成博物館了 這個下官是在日本本州的土市裡面 本州的下官區 下官是一個港 這個春帆樓下官條約簽訂 日本人他們就說 你不成人馬關條約也沒關係 叫做日清漿河也可以 日清漿河條約也可以 不過中國人他好像要說馬關條約 所以 日本人他們就像 下官 這個 春帆樓 當做 現在做做博物館 紀念館 這是下官的 車站 日本人叫車站 叫做 鴨 後鴨 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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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條約很清楚 日桃 日桃 就是 台清大風帝 跟台日本帝國大風帝 什麼可以用 很清楚 所以 日本政府 就開始實行 他是按照曼國公法 要先把這些人 黃明化 那時候 簽完馬關條約 下官條約的時候 他也來台灣 來台灣的時候 怎麼會奇怪 怎麼會這個原住民 一直沒有學長 你就已經台灣配合都英九 掛給我日本了 為什麼你們這些原住民 還都不聽命令 四國做亂 所以 要把他征服 因為 他們是未開發的民族 就像一隻鴨鴨一樣 你鴨鴨要把他騎進前 要先把他征服 你的牛 都要先把他循服 這有辦法吃 你的雞也要先把他循服 夠一樣 都要先循服 這就是 收服的野性 這美國人 最后這個 美國人很會 循馬 要在征服 在1945年 已經有實施 立明治憲法在台灣 為什麼實施憲法 讓我們有參政權和參軍權 根據這個萬國公法的規定 台灣和台灣平鴨 的富軍 已經從殖民地 升格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台灣和平鴨和富軍的軍党 都已經研究做日本天皇的土地了 我們要怎麼獨立 我們要 尖叫天皇的董事 天皇的董事 土地都英國 我們不記得 要做一個國家 一定要有領土 領土如果是白鴨 你是要怎麼做國家 不過 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用賣 像美國 把尖叫賣阿拉斯家 賣 美國的最大的酒 最大的酒 他也是買的 美國很多土地都是買的 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還有另外做一個賣的土地的地方 我們兩天才來講 一九十五年的四月初日 日本的藝人天皇的夏招書 正式賦予台灣著名的參政權跟參戰權 這兩個管理是很重要的 參戰權賦予你效忠國家 參政權賦予你治理國家 這都要經過萬國公法的洗禮 要童話 要內地延伸皇民化 日本時代賦予你應該都看過 尤其我們稱臺灣新聞將的時候 應該都看過 他的賦予的頂頭 都塗到黑黑的 這裡一格黑黑 那裡一格黑黑 什麼原因 那上面有著名 著名福廣 福廣不是福州跟庚州的人 他說你是說 你會說福州位 還是福建位 還有庚黨位 庚黨位大部分都是客的位 它是著名你說什麼位 不是說你為哪裡來 那一般都五位 都就是說你從福州來 從福建來 不是啦 你本人在做負荷調查的時候很清楚 只要是吉那人就注明清 你會說 因為你是殯母族 殯母族會說 負荷威 你就福建 福州 你會說客威 你就是庚檔 這樣分的 中國人是誰清 這個有正義喔 這個上網查都查得到 本土的台灣人 至今生活在政治聯合當中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條新聞証 這條新聞証 他上面寫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國民新聞証 國民新聞証不是公民 他真正的公民也有法證 我拿正義給你們看 國民是不能去投票的 他的憲法也很清楚 公民擁有 創制 富節 選舉 罷免四個權利 很清楚的憲法 不就是公民 你上面的這些都是國民身份証 所以我們還要生活在政治聯合當中 這就是他們那時候發的公民証 很清楚的 公民証有沒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結構性 這是公民証 甚至在台灣也有法證 為什麼現在中國怎麼沒有公民 這是台灣的法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這個是什麼人 新竹洲 這邊這個是夏東民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這是公民証 公民証 公民証是在這裡 受公民証 是到來 變成 國民身份証 取代 這是小英 小英 說 那時候陳英林來的時候 他們說要天天守夜 說民進黨今天起要天天守夜 號召一百萬人要去圍成英林 那時候我也去 他說 要求公平跟正義 要打倒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 所以說叫我們楊小豬 我也去試這隻 當時小豬 勝況 還要排隊 不是說你馬上去馬上游 要排隊 總共發了 收回來 是十四萬多隻的小豬 至於說 日月輪班 開心取錢 說 要打算拚又沒 我拚多少 拚到手 拚到沒有 小英真的輸 十四萬三千隻的小豬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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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會選票 先一票二三 總共十四億七千萬 小英有輸嗎 他光小豬就殺了兩億多 我看心裡沒輸了 國民黨呢 哪有差 這個小錢十幾億而已 對他來講 九牛一毛而已 他只要半個花展 就可以拿個一百五十億 一百九十億 貓男 富邦 炸虎 拉法葉P3C 阿帕契 這要你想 十幾億算什麼 所以 這條歌我們一定要很熟 中華民國送 有送嗎 送到無願意要離開 就是因為要離開 還要多挖一些 所以花博阿帕契這些都要快挖 一直挖之後 他們知道中華民國唱不下去了 因為黃河長江都已經斷了 這條歌就知道這麼清楚 黃河長江 只要不斷 他就要千秋萬事 好好好現在黃河長江都已經斷了 這條新聞 我們這幾天而已 好像幾年前 這是毛利人的準 毛利人來台灣在找祖先 傳說解密 毛利人的家鄉說來自台灣 這是在2013年12月 那天的新聞 中央通訊社的 毛利人來台東巡根 發現傳家寶 在北一南移植 在公園裡面 發現毛利人家傳的巴兔 很興奮 他們在毛利人在五千年前 就離開台灣了 離開台灣的時候 他們是用一島一島的遷移的方式 從台灣的南邊這裡 遷移過去 台灣在這裡 從菲律賓移民 然後到這裡 紐西蘭島 紐西蘭這裡 紐西蘭就在那後洲的島邊 甚至他們到河河去 河河去那就是毛利人 所以 中國人 紐西蘭人 五千幾年的歷史 五千幾年 卻不會說兩次 那是他們的歷史嗎 台灣人 也是有五千幾年的歷史 不過 這是別人在下的歷史 我們自己的歷史 如果他考古 已經四五萬年了 這就是毛利人的女兒 身上跟阿美主委一樣 很一樣 他們佩戴的浴室 跟阿美主委在佩戴的浴室 一樣 這就是白兔 他說 這支在他們的傳家寶 這個也是很一樣的 跟阿美主委很一樣 根據紐西蘭 維多利亞大學生物學博士 這個博士傑夫 他研究發現 毛利人的起源的基因線索 躲在我們台灣人 他們說原住民其實是高山族 是高山族 他們毛利人 在純古物 就是用這個 台灣也是 他們這個 用一塊酒頭 撞一個筐 四季膠蓋上去 尿刺就拋不去 他說我來聽到跟我們一樣 很高興的 看到這個很高興的 說找到布 這個專家傑夫 他說 他的基因 對酒精反應有兩條基因 一般人 不過 我們台灣的這些古山族 只有一條對酒精的基因有反應 這就是因為我們的古山族 有很厚熱熱酒的原因 他只有一條反應基因 所以很會喝 這條基因 剛剛好與毛利人一樣 所以我們要知道 政典什麼是政典 政典就是管理政人的事 政府就是管理政人的機構 這是政府 就是以前說是衙門 這怎麼管理 管理政人 要發雙分證開始 雙分證 不知道可以管理人 對不對 不然人怎麼知道他是在管的 我們現在已經管理兩萬幾個人 所謂的管理 一個政府要管理他們的民 不是衙門 對不對 衙門把你抬 說不能為那些人 搬去北京 不能為北京搬去北京 這就不是政府 政府 我們這項衙門前 這是我們管理的人 我們政府 論真說已經開始這項了 是只有我們還在瞭解 政府在瞭解 不算什麼 我們不記得說 比較正前 沒那麼久了 美國政府就可以整問 政府可以整問 我們以前太過分了 論真說 如果一個最理想的社會 根本就不用政府 這個社會如果不用政府 有辦法讓人政上運作 這樣這個社會 才是最理想的社會 不用政府來管理 就有辦法運作政上 如果這樣這個社會 這是好的社會 我們也開始發插牌了對不對 這個插牌了 這是他們發的 他們說為什麼 為了防止偽造 這是他們說的原因 其實我告訴你們 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開始發插牌 所以他們不得不 為了提出新的插牌 他們說要防止偽造 我們這樣 你看我的車 滿街袍 他有跟我說我是偽造的 這是我們發的車牌 對不對 他就不敢說我們偽造 他一直說他的白牌 要防止偽造 什麼原因 現在最方向的 他賺錢 他賺錢 他是全工 為我們設的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 不必須賺錢 所以 掛我們的牌 是不必須賺錢的 你不能五歲 你掛白牌 當然要賺錢 因為你是中國人 掛白牌的是中國車 我們台灣的車掛紅牌 所以不必須賺錢 知道嗎 掛一台 不必須賺錢 給互賺錢 知道嗎 美國軍事政府發的紅車牌 對不對 保證給我們怎麼報 查獲雙車牌 台灣民政府還假證匡情 我們有需要匡情嗎 我們需要用價錢嗎 我們他們的都是真的 對不對 保證 因為他保證 現在還中華民國在控制 所以他就要跟你說 喔 假證件匡情 假證件 他怎麼不把我們捏去 偽造文書 是要捏呢 偽造文書 最早也要發錢 那是怎麼不把我們捏 對啊 偽造文書 這個 甘地 印度的很出名的 他們說是聖雄 他說一個運動 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會注意你 大家都忽略你 再來 他們會笑你 當他們開始攻擊你的時候 你已經快成功了 所以啊 放心我們已經快成功了 因為我們到處在受攻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一個國家 要去外交 一定要 參加聯合國 不是說 來算什麼 來競交 結果啊 全世界都不知道 你什麼競交 這是最大的外交機構 這是最大的外交機構 現在有1994個國家在這裡做外交 這是聯合國 對吧 這 加拿大的總理 去到烏邦國訪問的時候 叫他看 這百度 這就是我們的尾像 我們的尾像外面也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這個祖先已經去幾六千年了 對不對 去兩三千年的尾像 你敢不帶你的客人來參加你們家的尾像 尾像有時候參觀 尾像只不過是證明你的土地到這裡而已 那外交部 說要求加拿大 要參加台灣是他的 加拿大跟他說 台灣就不是我的土地 要參加你的 那如果是我的 不知道可以參加你的 那是北極千那 那會太多了 我加拿大的 我們有爭議可以來 我才會說 那是你的還是我的 台灣就不是我的 要怎麼說你的 他又說 這是從羅馬法以來 羅馬法 什麼是羅馬法 這是古法 自然法 所以人家國際是有在身為國際法 萬國共法 這都不是 這人都已經 先進的國家 都在準修這些法律 你不可以說 人家我沒有去簽 就沒有去收 古今三合約 我沒有去簽 我不收 沒有這個事情 雖然 雕獄 他沒有去簽 你也是要收 建政法也一樣 萬國共法也一樣 人權公約 他有去簽 不久 他也不收 人權公約 是比較沒有耶穌利 第二點 他說 沒有任何的國際法理論 使加拿大有權力承認 還是有義務 承認與他無無任何關係的 台灣主權的歸屬 你中國要求加拿大 這麼做 這麼承認是毫無道理 第三 即使加拿大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實際上也是沒有用 因為我加拿大人 飛機 要去台灣 拿你北京法的簽證 也是一樣不好 我也要去台灣 去台灣申請 成立台灣 他的時效統治 這等於是矛盾 我承認台灣是你的 結果又要到台灣去 申請簽證 那不是很矛盾嗎 第四點他說 加拿大路在國際條約中 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我申請出兵把台灣打下去 因為條約必須要履行 不是剛才人家說的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你日本已經放棄了 可以放棄嗎 條約就是要履行 沒有什麼不平等條約 沒有什麼不平等條約 不平等條約還是要履行 對不對 沒有那個不平等條約就不用履行 他說 他說 這樣我申請派兵 去把台灣撿下來 扶這種台灣交給你中國 這不是荒謬嗎 第五點他說 台灣如果比較適合你中國 北京這個政權 何必要求各個成人 就像海南島一樣 海南島是你中國的一部分 你根本不用特別要求 你們大家要生年 海南島是我愛的 所以 你中國的一部分 你不用到處要求其他國家的承認 實際上沒有國際法的效果 那如果是台灣 是有分證的土地 算是有求分的土地 你不就要去找屬主 對不對 我就不是屬主 你跟我找台灣是要做什麼 你公佩無關的第三個成人 沒有什麼意義 說到中國外交部 人家說 白口莫辯 他才是十三億口莫辯 理由很創作 五點青菜一點 給他牙口無言 我們知道說 一救五公年 六月二十年 雕仙建政 雕仙建政就是抗美援朝 那時候 毛澤東 揮軍朝鮮 他說要抗美援朝 所以第三天之後 杜魯門他就選擇 第一次軍隊開進台灣海峽 中文人在那六月二百 雖然說 雖然強烈譴責 譴責美國侵略中國的土地 他就向聯合國提出抗議 說美國侵略台灣 聯合國安理會 也贊成 你只要提出證據 說證明台灣是你中國的土地 那我贊成 聯合國 叫 提出證據 提出證據 從那時候到那時候 不然會拿出證據 所以 安理會 也將這個案件 跟美國 提出的案件 到底送到安理會去 中國侵略朝鮮的案子 美國馬上也提到聯合國去了 結果 87號的結議文 他說 美國不是侵略台灣 在498號的結議文 認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介入朝鮮是侵略 就是因為這樣 美國才抓到機會 將開羅先言 沒有執行 因為開羅先言上面明白的規定 三個國家 絕不為自己圖利 也沒有拓展領土的意思 什麼是拓展 拓展領土就是侵略 侵略別的國家 就是拓展領土 開羅先言頂頭 寫得很清楚 他們中國人也自己翻譯 翻譯到說 三個國家 絕不為自己圖利 也沒有拓展領土的意思 你一拓展領土 美國剛好抓到這個機會 不執行開羅先言 所以在那 簽古金山號兵掉的時候 都沒有將開羅先言條件列上去 在那20年後 開羅先言就沒有執行 在那 古金山號兵條件 就沒有將台灣交給中國 這是台灣的幸運 好想知道 毛澤東 叫到我們台灣 這是聯合國 那次開會 就是20年後 1971年 10月25號 2758號結議文 這個有喬冠華 這個有黃華 笑到這個庭東 這個很誇張 是怎麼笑 因為 東南派去給世伯派打敗 東南派去給聯合國 他們說 排我納匪案 那是誰匪 排我納匪 他是在說 喬冠華是匪 其實真的匪 是比方突出 這個 這個結議文 這個說得很清楚 他說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合法權利 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 跟聯合國組織 根據建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 不可少 所以他們是完全照法律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代表的中國 是聯合國組織 唯一的合法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安全理事會的 常任理事國之一 所以 東南派是要脫脫後 割定非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切的管理 成任他的政府是合法的 並且力氣 將政府解釋的代表 對聯合國 驅逐出去 從非法的占據當中 驅逐出去 這就是2758號結議文 我們上網上 你只要打2758號 連號都不用打 2758 他就會收選出來 他也說得很清楚 漢賊不兩立 所以人家 漢已經立在聯合國 所以賊已經倒下去了 那時候陳雲林 他說漢賊不兩立 他們到底現在是誰沒兩立 還一直叫人家是共匪 真正的共匪已經被踢出來了 被聯合國踢出來了 還叫人家共匪 又是 東南派叫聖八派打牌 雖然我們最后喝 喝到中國已經不忘了 對不對 這是九二共識 什麼叫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 光道涵和孤政府 連簽名也沒有簽 怎麼說 那是共識 我們兩個共識 比較聽得來咖啡 聽得來喝咖啡 那不去喝咖啡 共識就答不成了 對不對 不過兩個都去喝咖啡 很奇怪 那就是共識達成 很簡單的道理 九二共識 這 補助常常在看我抓狗 一條 那這十五年子 我只是蓋棉被而已 難得說純聊天 兩個人共同的說法是什麼 沒事 所以那就是共識 這兩個 孤政府和汪道涵 在1998年的時候 再會晤一次 但是在2005年的時候 一個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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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生了 陳映林來的時候 都也說 陳映林那時候來的時候 他們佈祖說 這有第三次的國共和談 第二次是有簽約的 第二次是 朱德 來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國旗 要去用押 要去用修 五星期才可以掛出來 因為 東南派去用打派 這齁 我們每天都熟 這兩棋 還要兩棋 這苦海流行龍 老三 這個人 這個人我記得 以前我眼睛 現在怎麼不記得 這個中華民水門 人已經和解 你不懂五歲 人現在和解 中華民和水門是已經和解 那時候 鄧鎮鎮說 什麼 國軍 都為了看佈地獄 都不睡覺 97% 收視率 結果新聞叫他進去 說影響工商農業正常 說阿彭哥都不睡覺 你不懂得到 人家已經年輕了 中華民和水門是兄弟 對不對 中華民比水門比較遠 所以你們五歲 人生北派的都是匈奴 都是突厥 人家比我們比較遠 不要搞錯 繼續人吧 我們知道 人家說這 AIT 是怎麼會裁員 他們跟我們說 我國跟美國已經達成 免簽 學定 我國是哪一個國 已經裁員了 AIT 現在已經為四百五十人 裁到現在剩四十人 是怎麼會在賴黑 那大樓 賴黑金黑路一百個 這上網查一下都查得到 它用 六十二億的台幣 要蓋這一棟大樓 這是AIT的總部 在賴黑金黑路一百個 現在蓋已經要好了 都用美國的包商 威斯頓這間公司是美國的包廂 他們是要國防部確認的包廂 不能學會包的 戰地有6.5公頃 內府新冠是不是有美軍 這裴侍聯怎麼回答你知道 他說這個早就已經達成默契 不需要回答你 有沒有那到時候就知道 他們要去那棟大樓的時候 把台北市政府新清建築執照 台北市政府沒怎麼這麼刁難 他說什麼 他說你美國現在要進來 美軍要進來 我不願意給你建築執照 美國怎麼說 我就不用你同意了 我新清特種建築物 什麼是特種建築物 他說規避安全法規 還有規避建築的法規 說得很好聽 我方基於主權真言並未立即同意 將雙方溝通多次後 外交部同意 為美方申請特種建築執照 這樣下一次我們要去家 會好嗎 我怎麼來申請特種建造 會好嗎 AIT發言人 裴侍聯他說 工人一半是美國人 一半是本地人 什麼是本地人 裴侍聯盟也沒有說到蓋錢錯 美國的人 是做那個特別的安全的那個 這就是他們AIT 那時候在蓋的時候抗議的 抗議的情形 他說怎樣 說 你工資都付不夠 威士頓公司 付不夠 威士頓公司說 你們都用中國人來給我蓋 我付的是中國的薪水 他們那些大家都說 我們大家都台灣人 台灣人的薪水是中國人的四倍 結果 提出國際仲裁 威士頓公司很簡單 我們都有政局 你每一個人來做 都拿中國人的身份證 所以你們領中國人的薪水 很清楚 國際仲裁的結果是什麼 太子建設要賠 賠6億多 5億多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這就是因為 他們不領台灣人的身份證 他們拿台灣人的身份證 薪水就是四倍 知道嗎 謝謝 各位學員下課休息十分鐘 大家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我們在請提供 講座 說真的任何個